長新 重電股有機會嗎 我覺得是短線機會 為什麼 這個是中芯電 大家可以 因為今天的中芯電 華城都漲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波其實修正的很多 那其實現在變成說 本益比的修正 其實現在看到一波本益比修正 這個族群是也飆過 也跌過 還會再飆嗎 我覺得飆不飆 可能沒有辦法像之前這麼飆 但是一旦AI股修習 AI本益比太高往下的時候 重電股的本益比修正過一段之後 就往上拉 不過我先提醒 比如說我們看中芯電 本益比差不多50倍 也是50倍相當的高 其實漲過一波 其實我為你把它縮小一點 其實這一波 其實中芯電從去年到現在 它已經說低檔 你看 對於120 漲到200 200又跌到160 已經修正過一段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突破 大家可以觀察 低檔爆量突破 可以來做觀察 那回過頭來六宮格 好 我就回到六宮格來看 我先跟大家講 其實上面這一排 高檔創高的 其實本益比 各位觀眾 50倍以來 我覺得都有機會 包含世紀鋼 東元跟廣龍 那東元我們之前 其實在一個禮拜前 就跟大家提醒過 當什麼 當投信賣 外資賣 你看持續的創高 而且它本益比相對比較低 那廣龍也是今天在高檔做發展 所以我認為綠燈儲能這種本益比低的 高檔震盪的 其實是一個什麼 相對的機會 可是如果你要找低 留下是低檔 對 低檔低根發動的 如果你本益比還是比較高的話 我認為當拉起來之後 就可能會什麼 會有這個說要跑的部分 那這下面這三檔 我看比較看的是戴亞 因為戴亞本益比相對在30倍 而且也是修正過一段 修正過一段 低檔往上拉 而且它相對比較價格比較低 大概50塊左右 那今年應該是說EPS大概是1.6左右 那大概30倍的本益比 我覺得其實應該的電燈 和太陽能都會有機會 WDC呢 對 很多觀眾朋友而言 其實我們在節目講過很多次了 包括它會不會有AI手機 AIPC等等 它的功能會有什麼呢 好 另外一件事情 剛剛也談到了央行李堅持會議 美國的利率決策會也來談一下 會不會有比較明確的表態 會 那應該是說 美國的利率決策會議 應該會受到這些所謂的G7的影響 就七大工業國 因為現在歐洲已經 對 昨天晚上 已經先開箱了 對不對 其實應該如果嚴格的講 G7已經開了兩槍 前天是加拿大 昨天是歐洲 那歐洲兩間都 不是兩間 兩國 都是先降息 而且這個降息是五年來 我們先講這五年來就說 它是一個所謂我們講的開關 大家一直在等 你說這些所謂的七大工業國 到底 講得比較不好聽 誰先撐不住 誰的經濟需要先一個降溫 我先講 這些降息 不是所謂危機或危險性的降息 就是預防性降息 所以歐央跟所謂的加拿大央行說 好 我們開始 因為通膨現在可控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比如說我們看到歐央 歐央其實在CPI就 通膨最嚴重的時候是10% 在前年就10% 現在多少 2.5% 意思就是說從10% 那時候不是比美國高嗎 現在是到2.5% 降很多了 他說我的長期的目標是2% 但是現在已經看到可控的曙光 所以怎麼樣 我們開始降息 所以各位看到 歐央一直拉 然後拉到所謂的一個高原之後 加拿大先宣布降息一馬之後 現在歐央也跟進降息了 所以這應該是個骨牌效應 對 所以我想 其實這很重要的重點是 歐央降息一馬之後 大家想說 你會不會降息一馬之後 7月份也降息 不好意思 他現在歐洲央行也很聰明 他說我們怎麼樣 我們不給入境的預測 意思就是說 我降這一馬是降給你看 我們開始降了 可是我不要告訴你 我今年會降幾次 我不告訴你 我後續會怎麼降 對 而且可能不會連續降 那接下來給誰壓力 我跟大家講 就給美國跟英國 我們更關注的應該是美國 對 大家一直在等 你到底美國什麼時候要降息 那現在的一個講法就是說 基本上美國跟英國 英國是比較有機會 為什麼 我給大家同一個概念 英國當時的通膨率也超過10% 那現在英國通膨率其實也降下來了 英國基本上從11%降到3.3%的CPI 3.3% 對 CPI 我們講CPI就是通膨率上1% 但是英國跟聯準會 現在都一樣 都是5.25%的這些所謂的高利率 那英國到底撐不撐得住 所以接下來大家觀察就是 如果當歐洲央行降息之後 英國是不是有機會來降息 那英國如果如期的降息 那美國的壓力就來了 美聯儲的壓力就是這樣 而且說實際我最近看到 美國的經濟數據都不太妙 對 而且經濟數據都不好 確實醞釀了降息的空間 對 這個其實我先說老實話 這如果要講原點就是說 這個原油下跌 銅的下跌 是給聯準會一個台階下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CPI 假設往下掉 下禮拜我們看到 下禮拜也有CPI CPI如果往下掉 美國現在聯準會 他現在就一個保命符 就說我不希望 這個所謂的通膨一直來 通膨如果一直高漲 我連降息的空間都沒有 可是如果CPI下降 甚至我們看到 有非常多這些數據都比較差 比如說我們看到 初領失業金的人數 基本上是上升 上升 這大概是市場比較不好 22.9萬 對 然後大家在關注的 包含今晚公布的 應該節目播出的時候 已經公布了 就是菲農就位指數 那前天公布的這個 小菲農 ADP也是怎麼樣 增加的 不如預期啦 對不對 增加這個增加12.5 15.2萬 15.2萬的 三個月來的新的學生 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 現在的概念就是說 其實對於聯準會來講 他現在要的 就是類似那種金髮女孩經濟 就是說你可以不要什麼 不要大幅衰退 但是經濟必須要降溫 我先講的就叫做降溫 所以呢 其實現在大家就講 有一個經濟學家叫薩姆 薩姆就是說 如果說失業率連續上升三個月 超過限制的話 那基本上這叫做衰退 但是現在還沒有 所以聯準會現在沒有定義衰退 聯準會這定義叫做經濟降溫 所以經濟降溫跟經濟衰退 就是一線間 那我想其實在這邊又跟大家講一個 看下個禮拜降息 應該可能性很低很低吧 基本上我們來看機率 那9月有沒有可能 9月我覺得機率可能會比較高 然後我們看下個禮拜看起來是不會降息 但是9月現在降息的機率應該要55 我一直講 如果下個禮拜的CPI一公佈 是往下掉 因為這原油疊滿多 現在原油布油跟美油 大家都疊到70%左右 這個所謂的CPI往下掉 降息機率他就看 5.25%這個機率可能就會往下 然後就會降到這個所謂的 我們看到了降息一碼的機率就出現了 那這個降息一碼就有可能出現在9月 我們先講嘛 現在是不是6月 6月這個所謂的 我們說的這個歐央先降嘛 接下來如果英國又降 那就是什麼FED降的可能就提高了 好 雖然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下週聯準會會釋放什麼訊息 跟資本市場就息息相關了 所以我剛剛提醒 下個禮拜也有三件大事 所以在端午節之後會不會變牌呢 下週的行情各位怎麼看 請舉牌 下週看好來看壞呢 我們來看到有一票中間一票好 兩票中間 來 真位也是中間 三票中間一票好一票不好 來 為什麼舉差 差是看壞嘛對不對 對 看壞 我覺得其實如果我們來看資金的流向跟現在 其實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 一旦電子漲不動 AI漲不動 開始就往防禦性的走 你看 所以現在資金跑到防禦性的 包括金融 紡織 銀件 銀件剛才這個蔡宏已經提過 我們提到金融 其實金融如果你去看什麼國泰金 新發金其實最近非常的強勢 那表示為什麼資金跑到這裡 電子漲多了嘛 那我要什麼 找地方來做parking 所以國泰金 仍然是我看到的標準 包含今年下半年 如果有機會降息 對於國泰金資產的回充 這就是一個潛在的利多 你看 它其實是創的短線的新高 今天創的你看 今天的盤 其實大盤創新高之後 電子動不了 基本上這個所謂的國泰金就漲上去 再來對於資產來說 我們回到這個所謂的攻殼裡面 那現在我們看到紡織 今天紡織一排 很多人很久沒提紡織對不對 紡織的景色回溫 那包含盧鴻今天又是創短線的高 那極勝做加公司的 那從美國出來是什麼 Nike Lululemon的營收不錯 所以這個是什麼 營收往上帶 這個是短線的機會 可是回過頭來 對於端午會不會變盤 我們做了一個統計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統計數字 端午會不會變盤 這是前十日 截後前十日 前十日已經過去了 我們要看往後好了 端午節後的第一天 普遍是下跌比較多 對 對不對 但是往後五天呢 也是下跌 也是下跌比較多 對 但如果看到往後十天 就看到紅字了 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其實如果說 這個機率沒有說差很多的話 其實它的波動性不會很大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端午後的變盤 我舉查不是會崩盤 我只是沒有行情可能會下跌 如果大家繼續看 端午節前如果先拉 當然都是怎麼樣 五月中五月底先拉 拉了之後回檔修正 那為什麼修正之後 先跌後面會再漲 國安很簡單的重點 是六月底 投信必須要做賬 所以也就是打下來之後 你去找投信會買的股票 這個時候在這個所謂的端午過後 到六月底之前 這個還有一波會往上拉 投信還是喜歡電子 對 所以說 所以電子在六月底 才會拿回發錢 對 可能在端午後 然後在當這個所謂 因為創產的資金又流到電子之後 才會再發動回來 所以我覺得是先下後上的機會比較大 好 那剛才特別談到降息預期 對 那麼債市呢 我覺得股債不同調 那還是強調一個重點 大家如果等降息 不是降息股市會噴 如果真的降息來臨 包含美銀跟高人工 那降息真正來臨 就是經濟真正衰退了 所以現在 如果看上面這一排叫做什麼 股市的趨勢往上 我跟大家講現在的當紅炸子機 包含資金趨勢的流入 都是在走資金面行情 所以你看高股息 跟這種所謂的四肢型去 去這個所謂的一個 賺價差的 現在賺價差的 包含0052 這台積電占60%的 0091做什麼 上游半導體 這個沒配什麼息 但是他們幅度會比較大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要賺價差的 拉回 如果下禮拜有拉回 電子股可以配置 那下面這三檔叫做什麼 叫做債券ETF 我再次強調 債券ETF在這個時間點 不是來讓你什麼 把股票賣掉 換成債券ETF 這個說是債券ETF是什麼 是去化你的現金的定存部位 你定存是1% 債券ETF可能是5% 是你要做這樣資產的方法 而且現在很多債券ETF 也會越越配了 對 那所以說我就找越越配 那配其實是5%到6%的 取代你部分的定存的資產 而不是取代股票 所以股票我覺得還有高點 然後再次回到 你要